娱乐圈生产帅哥,美女的大平台,因而美女配帅哥,可谓遍地都史如,吴奇隆和刘诗诗,高圆圆和赵又廷等,不过娱乐圈也带很多女神嫁给了丑男, 有点让人感觉一朵鲜花叉在牛份上,令网友对美女明星感觉不理解,今天小编就说说,那些美女配丑男的明星夫妻,林青霞和心理员林青霞被誉为东南亚第一美女和永远的梦中情人,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一直到现在,林青霞的美貌依旧很惊艳,有网友说,林青霞的美是不可以复制的, 他的美不是三言两语,可以就可以表达的,一九九四年,林青霞嫁给行李员,行李员,祖籍海南文昌氏,争于香港,是香港思杰Espree环球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主席,他是运筹帷幄之中,决胜千里之外的国际大商人,婚后林青霞完全退出娱乐圈,在家乡夫叫子,行李员可算得上一个多金人物, 难怪会取得美人归,李亚南和王祖兰李亚南,可能有的人不认识,她一九八四年出生于中国上海,身高175,2004年参选温哥华华一小姐竞选夺得冠军,2005年参选国际华一小姐竞选该度夺冠,不用小编多说,她有多美了,2015年嫁给了王祖兰,看过跑男的网友都知道,王祖兰是名副其实的丑啊, 而且身高只有163,站在身高175的李亚南旁边,看上去简直就是五大狼啊,不过王祖兰虽然颜值不比流量小,花旦嘛,身高也不比当下一些小鲜肉,但是在跑男的组艺中成功的以自己的幽默可爱,吸引了一大批粉丝,因而这一对也算是狼才女貌吧, 吴素林和曹格吴素林,很多人不认识吧,她曾经是曹格的造型师,身高将近170,看看上面的照片,是非常有气质,忧心感五类,得美女亦没忧,2008年嫁给了曹格, 有网友说,真是便宜她了,曹格其实是马来西亚人,她的长相,相对于娱乐圈的帅哥可就不永宏为了,但是她在内地也是有一定的知名度的,其中 吴素林会嫁给曹格了,离子可马严强眼中待戏的离子,当年算是TVB的当红花蛋了,拍摄了很多经典的作品,其中在香港电影《孤惑宅》中,离子饰演的小结巴也很突出,当时真的太美了,然而就在她事业巅峰时,突然宣布退出娱乐圈准备嫁人,2009年,离子与马亭强,赵大利亚注册结婚, 马亭强其貌不扬,不仅大离子15岁更是跛脚,但是她为人低调背景庞大,是有名的企业家,据知情人爆料,离子之所以闪婚,是因为弟弟秉情恶化,巨额医药费,以及弟弟车货钱所办的美容中心濒临破产,让离子下架给差距甚远的马亭强,家人后,离子就慢慢退出娱乐圈了,安心相夫叫自, 在12年的时候,离子生下了一个女儿,当时离子和马亭强的结合,很多人都不看好,并且认为马亭强配不上离子,但离子依然愿意守着这份婚姻, 两人却一起度过了九个春秋,小编还是祝他们幸福,小编说了这么多,只想说表面上看去,他们是美女配丑男,实际上认真本心后,都是郎才女貌,你们说是这样吗?